为了使有机农业能够提高产量产值同时升级 也提升消费者的信赖和年拙度 由花莲县政府主办和清华大学团队合作的 有机农业AI智慧化设备补助成果联合发表会 集结了花莲三家的有机农场 导入AI人工智慧的科技 23号的上午展现了成果 透过土壤以及大气温湿度的分析 来提供精准的自动浇灌 降低用水减少劳力和时间的成本 期盼在未来能够造福更多的农民和消费者 花莲县政府主办与清华大学电机资讯学院团队合作的 有机农业AI智慧化设备补助成果联合发表会 23日上午展现成果 针对安亭有机蔬菜农场 尼达咖啡农场以及东风十岁农场等有机农场 导入AIOT人工智慧科技 透过土壤及大气温湿度的分析 提供精准自动灌胶 配合AI影像辨识系统 预防或杜绝减灾病重害 同时降低用水减少劳力及时间成本 明年我们将会推动到续产鱼产的部分 这也是花莲很重要的另外的我们的这个农业项目 所以我们更希望透过这样的基础的部件 让我们花莲的农友可以了解 其实透过智慧农业可以减少它的人力支持的问题 也可以减少它的电还有水以及所有的资材 所以相对于将成本下降以后 其实在部件这些的sensor 这些的器材设备的时候 其实是相对于非常可以值得投资 我们现在用导入AI让数据更清楚 然后数据更完整 那有这个数据作为参考 它可以做出更精准的分析跟对策 比如说浇水会更精准 施肥氮链酱的使用会越来越精准 然后在适当的时间浇水灌溉施肥 甚至做防治病重害的防治 因为我们这些数据经过仔细的分析 其实也可以预判说可能有哪些病重癌 可能要发生 比如说高湿度太长的时间 低温高湿可能就是什么病要发生 那就及早通知及早做对策 第一个省工 因为尤其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沙水 一天都要沙水三次 然后要是我今天能够有手机的话 坐在我办公室我就直接一按 我人力就不需要这么多 第二个部分的话 它的数据非常精确 数据一精确之后 以后我们在做教学的部分 会正掌控 因为我们每次在做教学 都凭自己的经验而传述 可是这会有误差 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有这个数据 然后经过我们经验的话 每一个人的成功就速度会缩短 然后得心一手 这次计划除了智慧技术的导入 另外就是区块链 新来溯源服务平台的整合APP 让消费者可查看农产品的生产过程 甚至可以把冠农产品物流配送过程的品质 其判除了使有机农业升级 也提升消费者的信赖度与黏着度 未来幸福也会持续将智慧农业科技 导入其他有机农业 记者长帮彦吉安箱报导